- 歡迎收看超級大贏家 我是王志瑜 現場為您邀請到的是 萬通國際投顧的丁超老師 丁超老師 午安 至於午安 各位觀眾午安 好 丁超老師 我們來看 今天台股把昨天這個 跌掉的全部漲回來還多 今天大漲了79點 收在9613點 那麼很多昨天幾乎是打到跌停 今天統統完全拉上來 對 就是難操作的原因也在這裡 我想就是很難操作 也不是只有今天 真的不是只有今天 但是這個行情慢慢在改變 我個人已經講過了 就是這個禮拜會比較難一點 因為月線扣底高值 像今天是扣底 月線扣底值是9758 其實很高對不對 對 當然月線不可能改變 因為一定要超過 要通過這個點位 那明天是扣底值是9731 比今天少一點點 但是明天的壓制力還是很大 那後天是禮拜五是9667 那如果以今天收盤價來講 也還沒有超過9667 可是到下禮拜不一樣 下禮拜以後 它會連續性五天 連續扣底低 最低是扣底到8500點 03點 所以下個禮拜恐怕會暴漲 我說我按照技師分析 我沒有消息面 我說我按照 丁超就講話就很敢講 我就變形三線 有什麼我就講什麼 我們也不怕錯 錯就錯怎麼樣 不行啊 誰沒有錯過啊 對不對 那我就是看就是這樣看 所以我就這樣講 我就不講 或許可能也許假設不排除 我最看不起 有人跟我講這句話 如果我現在有時候 我看別人節目 我不是批評別人 那我跟我講 明天不排除 如果沒有開高 那就會開低 盤中如果沒有震盪 我投降了一巴 縮盤不是漲 那一定是跌 請問一下投資朋友 那你看這種節目 我講一個比較難聽一點的話 你有個屁用 因為他沒有給你答案 他沒有給你答案 還是讓你猜看看 那你聽這種東西幹什麼 那我丁超跟你講說 好 這個禮拜壓制力比較大 但是我昨天一直跟各位講 我昨天說 通常我不講不排除 對不對 我說我用一個不排除 讓你笑一下 我說美國股市 最快會在禮拜二 就是昨天 扭轉趨勢的方向 確實美國股市的找盤 包含了SP500指數 扭轉月限方向為短多 然後NASDAQ指數也是一樣 扭轉月限方向為短多 那只是收盤 收盤它沒有扭轉月限 那收盤月限沒有關係 因為我已經講過 最快禮拜二 但是我又補一句說 最慢禮拜四 你聽清楚 今天聽說禮拜三 不是今天 是明天 最慢 那也可能在今天 因為昨天它已經開始在扭轉 當月限扣底值 開始要加速扣底低的時候 會暴衝 所以如果從美國股市來看 快的話 這禮拜創新高 這禮拜 就是這禮拜你不聽不懂 那剛剛我談過 說台灣這個禮拜的壓制力 比較高嘛 對不對 可是我已經講過了 台灣是短空 但是中多 它不是空 也不是多 我說短空中多 你可以稱它為多頭 對不對 短空中多 你可以稱它為空頭 因為你看 要看短的還是中的 那如果是中線 它是多頭 那短線來講 下個禮拜是多頭 那中多本來就沒有改變 扣底6138點 7138點講錯 周K線扣底9138 這個禮拜力量相當大 以周K線來講的話 這個禮拜非常的強大 可是這個禮拜的周K線 碰到了月線的日扣底 所以這裡會有矛盾的現象 會有矛盾現象 沒有辦法完全的棄合 但是美國股市沒有這個問題 好 那你說老師 你每次都講美國股市 跟我們什麼關係 那我請問你 中國跟我們什麼關係 你每一天有一些人 老實在講 中國股市創新高 創了半 每個月都在創新高 從去年漲到今年 從今年的二月份 那時候上陣指數 也才3000點 搞到現在4300點 又漲了四成 兩個月漲了四成 一年漲了一倍 你們家的股票有去嗎 你們台灣有去嗎 沒有去嘛 哪有關係 如果有關係 為什麼我們沒有跟上 表示沒有關係 我講對嘛 沒有關係 就是沒有關係 你不得不承認我講的 那為什麼跟美國有關係 因為外國外資 有我們家的股票 如果他們國家的指數在漲 他就會買我們的 這是規定的 就會買台灣的股票 不是只有買台灣 連印度、越南 到處都買了 日本、韓國、中國 大家都買 這是規定的 那如果他們國家的股票 崩盤了 像2008年那時候 不是崩盤了嗎 那時候我 我定超是放空的 我放空5000點 我沒有騙你的 我沒有手法 其實也不用解釋 你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算了 我也不想跟你解釋 我放空5000點下來 美國崩盤 台灣一定崩嘛 保證 美國只要崩盤 台灣一定崩嘛 因為你不賣 那是你家的事 外資會倒你的股票 把你的股票倒彈掉 那倒垃圾的一樣 你信不信 我跟你講 沒有問題就是沒有問題 按照我的觀念 就是這樣做 那台灣的股市 有可能提早策動 那今天漲了六七十點 最高漲了九十幾點 最後漲了一點點 其實也沒什麼感覺吧 可是 投資本長 你沒有看到 那個叫大力光的 雖然我知道 你不一定有買 對不對 但是你有沒有買 其實根本不重要 因為你又不是主力 你買了也沒有用 你沒有看到他 一直漲上去創新高嗎 我昨天還講錯 其實他的市值 應該是快到四千億 我昨天講到四百億 我是誤會他 這個要跟大力光電說一聲 對不起 你看啊 十三萬張 一張三百萬 算起來快到四千億了 然後他上去 他總是令 哪有人家一個部隊 說要產生的 第五度的灰金北上 我這個第五度灰金北上 我一直在叫 第五度灰金北上 第五度灰金北上 那我是 我是前波 因為前波 在去年九月份 我放空一千多點下來 9532打空單 一千多點下來 然後從8501 側動第一度 第二度 第三度 第四度 第五度 現在第五度灰金北上 灰金北上就是上 就是看漲嘛 沒有人家叫灰金北上 灰金北上 一個部隊要前進 通常那個總司令 都是在躲在後面 說叫人家衝啊 對不對 然後那些小阿兵哥 趕快去送死 往那跑前面嘛 對不對 那可是奇怪 這一次很奇怪 這總司令竟然先衝 總司令先衝 阿兵哥不動 不理會他 你看不聽命令 你知道嗎 然後呢 副總司令也化衝 漲威科也衝 看總司令走去 我嚇到副總司令 就這樣 跌跌衝 你知道嗎 接下來換誰 可乘也上來了 你不要以為可乘 大長沒有意義 如果你看不起大力光 跟漲威科就算了 你不要看不起 我們家的可乘 我在之前就跟你講過啦 人家老闆說 青州已過萬重山 什麼叫萬重山 人家在暗示你什麼 這檔股票從226塊半 我超兜到現在 你看高價股 我一直沒有放手的股票 就是這檔 你不要開玩笑 真的你不要開玩笑 好 我跟各位講說 最近 這一個月以來兩三個禮拜 我們把重點放在是 中小型的股票 是因為大盤在整理 我是一個分析師 我帶你們操作 我必須要讓你們天天賺錢 我不要等待 所以我有我的苦衷 我有我的策略 可是從下個禮拜開始 不一樣 下個禮拜我認為 全子股一定會動了 因為大力光電上來了 漲威科上來 可乘也上來 連那個跌到 快變米菇 那個2454連發科都開始動了 還有2357那個華碩 從來都不漲了 也開始漲了 你就知道說 其實這個盤已經是什麼 暗潮汹涌 時間整理越久 它的爆發力 暴動力越大 我看的方向 只有一個方向 我沒有再或許 也許可能假設 或許破底 沒有這回事 我已經跟各位講過 就算是這兩天 大盤有跌破的季線也沒有關係 我都常常講 沒有關係就沒有關係 你看我的節目 不是看一天兩天 所以我告訴你 要撤動了 要撤動了 要撤動 如果你手上 現在目前有全子股了 有那個什麼 宏達電 那個什麼 TBK 那什麼 2454連發科 沒有的 友達 秦創 華雅科 經電 這些全子股 對吧 在今天以前 是不是都不會漲 我是不是叫你避開 可是從明天以後 尤其是下禮拜不一樣 所以 你要把時間記起來 我專講這個 這一次 跟你玩真的 那至於呢 你說老實 中小型股是不是會退位 就沒有行情 那你就誤會可大 你誤會可大 我的意思不是這樣 中小型股照樣飆 大盤在整理 他都飆了 那只是換股 輪動而已 中小型股不會 同樣一組在漲 他會輪來輪去 跑來跑去 到處亂跑 你知道我意思嗎 到處亂跑 當然會繼續飆 那中小型股 當全子股 還沒有全面性的 因為你全子股 高架股 有人喜歡操作 有人不喜歡操作 我不能強迫你 那有些人喜歡做標股 那標股什麼叫標股 我隨便講一個 像昨天我談到 3122那個生權 我說不是 我說你先賣以後 回頭要記得買回來 那今天3122的生權 不是有稍微冒一點炮嗎 那冒一點炮的話 我也不想講太多 你就知道我的意思 你懂我的明白 我已經跟你講過 像這種投機股 我們暫時稱它為投機股好了 包括那個4934 我都稱它為投機股 真的這樣子 我認為它是投機股 但是你的定位 跟我的定位不一定一樣 你高檔先賣回頭 是不是買回來 因為它不是只有一波 它要揮軍北上 不是只有一次 像那個3122那個生權 做MCE 做微控制IC 對不對 那你說這種圖形 我講一下 你看這種圖形 一般來講它先掛牌 它籌碼就很近 它拉了四根之後 你可以先賣 我說一定要先賣再買 量收買 籌碼守在這裡 那你說這裡是不是壓力 在變形三線裡面 不跟你玩壓力支撐的 我玩的是方向的 我回下來 就一直在等它 能不能打到的月線 它就是不來就是不來 不來就是不來 不來就是不來 那不來只好買 不然怎麼辦 你不來怎麼辦 不然怎麼辦 你叫我怎麼辦 我等了好幾天 它不來我怎麼辦 我知道買了 不然怎麼做 你告訴我 等到明天掌停板再來追 是不是 當然也可以 可以啊 我說如果你看到掌停板 第一根掌停板 你勇敢給它追下去 沒有關係 後面還有四五根 你要做標股就是這樣做 不然你要怎麼做 那你說 可曾會不會標示跟掌停板 可曾都不是笑的 可曾是乖乖牌 人家是積優生 那這種是這種 不要 我也不能說它是不好 我這樣講對人家不公平 對不對 是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 股票的個性不同 操作的人不同 內容不同 操作方法不同 所以 我也跟各位講 今天是禮拜三 明天禮拜四 再來禮拜五 下禮拜還有四天工作天 接下來就進入五月份 為了幫助你 我講幫助我 你會覺得說好像就是很噁心 其實你看我節目 我不是一直在幫助你 我都教你怎麼做股票 怎麼控制風險 以後等到台北股市要崩盤的時候 我會帶你 叫你做空 我說總有一天 我不是說總有一天台北股市會崩盤 總有一天你信不信 總有一天你到底要不要信 還是說你會認為台北股市會一直漲 漲到十萬點一百萬點去 總有一天嘛 我想是總有一天 等到我們整個多頭市場結束了 Game Over 我們就要反手放空 那還沒有到啊 因為今年的高點 我們是看歷史新高的 看歷史高了 對不起 太激動了 所以 小標股 你要操作小標股的 有小標股的方法 就像小標股 它就很趕的 趕漲趕跌的 那種很快的時間裡面可以獲利 像這個生權 在一個禮拜時間裡面 連續上了四個漲停板上來 你看那個4934那個叫什麼 太極 兩天三天而已 標兩個漲停板 那直接衝出去 馬上就躺起來 馬上就轉起來 放在口袋 等它跌下來 再來再來把它買回來 這個叫做小標股 它的方法跟做那個大立光 這個可乘 那個不一樣 那不一樣 所以 本週 對不對 本週 主標心 我已經跟各位講過了 只有三檔 本週主標心 要標到什麼時候 這個主標心剩下兩天 要標到下禮拜去 如果不是要標到下禮拜 剩下兩天 就不會跟你 就不會跟你講了 只有三檔 你今天一定要拿到 今天一定要馬上拿到 說明會的事情 當然你也要急躁 對不對 因為是在這個禮拜 的禮拜五跟禮拜天 但是明天要做的事情 說明會不是在明天 明天要做的事情 明天要做的事情 今天就要把它完成 這三檔股票 只有三檔 我不是不幫助你 我對你已經夠好了 就只有三檔 你今天可以打電話 到公司來 你跟我索取 這三檔股票之後 你要記得 不是好玩 你不要拿回去以後 看一看 那不用看 我拜託你不用看 你不用測試我 我不需要讓你測試 你就要相信我 你拿到這三檔股票以後 不要說我規定 如果你沒有要買 你不要打電話 我不是要讓你抬價 如果你沒有心 你只是要看看 是什麼股票 你千萬不要浪費 那一塊錢 一塊錢也是錢 你真的有心 要做這三檔 不要說拼 我就說說要標股 就是標股 你真的有那個心 希望他未來能夠像 生權這樣四個漲停 五個漲停 六個漲停 你希望你能夠拿到 這種股票 就是這三檔而已 我說這三檔就是三檔 因為這個禮拜挑出來 就只有這三檔而已 三檔而已 沒多啦 因為如果多的話 就沒意義了嘛 那你就是要 你就是心理上 內心上 你心的 內心上真的想要賺錢 想要買 你明天一定要買 不買來不及 你了解關於什麼 打電話到公司來 我這三檔股票給你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非常謝謝丁超老師 丁超老師今天真的大放鬆 要送給大家三檔標股 大家不要錯過 我們先休息一下 更多精彩內容 馬上回來 我們下期待 我16岁 我的目标更准 我17岁 我的梦想更高 我16岁 我的成长更快 我14岁 我的决心更强 104全中运在新北 万通国际证券投顾 正派 热诚 专业 精准掌握趋势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看守好每次进出点 服务专线 0277259668 0277259668 私はスバル 私はレガシー ニュースバルクオリティ オールニューレガシー 新登場 今天的任务是 一起甩掉卡路里 苹果 菠菜 红萝卜 凤梨 为了健康低卡 一起努力跳着 目标76大卡 多一卡都不行 让果菜更飞 76大卡 博密低卡果菜汁 好飞 me 爱情必修可 学妹 需要帮我吗 me 讨厌死你了啦 好了啦 不过冲吧 再去电爬吉他男生 me 爱 me 超 me me 学妹 变正了哦 叭叭 me 看不见你的好 是因为他太瞎 me 非黑即白 me 新登场 三样 欢迎节目现场哦 那么继续呢 赶快请丁超老师 继续带我们来看看 这丁超老师手上 这个操作全职股 非常有心得 那么这个小标股 也非常有一套 丁超老师那接下来 我们应该是两种 要轮着做对不对 对 必要是要一起做 因为投资平衡的个性不同嘛 有些人比较高益 像我来比较高益 我来做课程就比较高益 不处理的当然就不保守啊 那我会害怕啊 我怕输钱 所以我很保守 我就技术面不对 我就跑了 所以我 我是常常讲说 做技术分析 做技术面的人 最保守 我最保守 可是保守的人 他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种叫做多 一种叫做空 改天台北股是崩盘 我一定放空 你不要现在很喜欢 我说丁超现在做多 改天我做空的时候 你把电视砸掉 你这里砸掉没关系 我就空给你看 我在放空的时候 你会很讨厌我的 因为我嘴巴很贱的 但是现在不是时候 现在不是 我不是说个股 我是说大盘 不是时候 个股当然 有些股票有些涨 有些跌嘛 到今天还是一大盘股票 在跌 那所以说我们 我们现在 这个说明会 我跟你讲 我最主要是在讲 那个全职股 尤其是你有那个联发科 哇 这发科 也不晓得怎么办 那个什么 我就别说了 没说了 你心情不好 最近不是有很多人 说什么丁屑吗 什么大时代会害了台湾 对不对 丁屑 抬头到那里去 郑少修是我的偶像 你跟他说丁屑是 对不对 跟那个没有关系 是因为我们自己人 不合作 不合群 我常常讲 很奇怪 人家中国大妈 那么合作 那我们呢 有时候你不能怪外资 外资有时候买超我们的股票 可是我们 我们家有两个 专门喜欢搞鬼的 一个叫自营商 一个叫做投信 你看昨天 你看昨天就好了 开高走低 你是说外资是外资卖的吗 外资 昨天外资好像 没有卖嘛 对 今天买超六十几亿 对 昨天又是那个投信 自营商 投信不得已 因为投信 因为人家要赎回 投信 我们称投信为三大法人 其实我一直不承认 投信是三大法人 因为投信是中十户而已 因为投信他买进卖出 每次都没有超过十亿 那外资都三百亿买 三百亿出 我爱这么大胆 这个叫大法人 那自营商还可以接受 因为自营商短进短出 加上全政的操作 算是中的啦 所以我常讲说 哪有三大法人 法人有两种 一种就有办法的人 一种是根本没有办法的人 比散户还散户 对不对 听听就讲了 我不是批评任何一个人 我是说 我不承认有三大法人 我承认只有一个大法人而已 那你外资 他可以控制我们的一个方向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这个盘 我要跟你讲的是美国盘 美国已经开始要大涨了 你看台湾 我跟你讲 你再等那两天 也许明天就跑出去了 压缩越久 爆发力越强 这个今天扣理这里 明天后天 对不对 那下礼拜一二三四五 你看下礼拜会暴冲 最晚啦 那我们看一下SP500指数 谢谢 SP500指数 你看SP500指数 是不是扣底值是扣底在这里 礼拜是扣底这一根 礼拜三 今天扣底这一根 往下扣 昨天他已经曾经一度翻扬 你看 这是十日线 但是二十日线 月线已经翻扬了 这个你让他通过 我跟你讲 这SP500是有 你不要开玩笑 SP500是在美国人里面 他最重要的参考 就是SP500指数 全职列股 他都全职股 都蓝筹股 纳斯达克指数里面 也是一样 纳斯达克也是一样 昨天的现象都一样 那你说道琼 道琼是30档而已 那斯达克指数 我讲过是6800档 那费城半导的Sox是17档 我们家的台积电 在那边挂台 台积电现在目前算球 我说他委屈了 台积电在美国股市 它的低点是22.66 这几天根本就没有打到22.66 所以我们台积电 昨天还在跌到141块5毛 我实在是很难想象 以台积电算法 今天现在是145块 可是台积电今天还没涨 我再跟你讲一遍 你让台积电涨起来不得了 台积电现在还不涨 它是有预模的 你让台积电涨起来 那不得了 我跟你讲 你让台积电冒泡 我跟你说 你如果在 我是没跟你说 因为我不想指数 我也不想说 你一定会被架空不架空 我跟你讲 你不要等到台积电涨起来 千万拜托 你不可以让台积电涨起来 你才发现说丁超讲对了 不行 因为台积电一旦涨起来 我跟你讲 你可能很多事情你会来不及 你要台积电 因为它现在是一个伏兵 它现在还没有涨起来 可是台积电已经很想要爆动 很想要涨起来 你不能让台积电涨起来 所以现在很多的法人 宗师傅 他们是一直不希望台积电涨起来 赶快 赶快买赶快买 当然不是说买台积电 赶快买别的股票 万一台积电涨起来 那不得了 你怎样 我意思吗 你不可以让台积电涨起来 才后知后知 好吗 好了 我讲这么多 我相信你已经 已经听清楚我在讲什么了 你看那个可乘 我从226块半做到现在 破断涨了六七十percent 短线来讲 之前不是有跌到319吗 我说跌到319回测上升月线是拐点 你看从319320到现在379块 快380了 可能快400了 接下来就要挑战历史高点 可曾历史高点是399.5 我看很快就 搞不好明天后天就看到了 今天你的工作只有一个 你看完节目以后 你的工作只有一个 没有其他事情 你就拿这三档股票 今天就要拿到 今天一定要拿到 因为这个是从这个礼拜 到下个礼拜 都非常重要的三档股票 这是中小型股 中小型股 你明天一定还来得及 拿在手上 但是你心理上一定是 要敢去买 你去买就对 我没有偏 明天见拜拜 非常谢谢丁潮老师 丁潮老师要办座谈会 还有要送给大家三档股票 一定不要错过 这是今天的节目 大家明天见